大家好 歡迎收看足球球條 今天又拍大包為大家報導一些足球的最新資訊 利物浦剛剛用4100萬英鎊的轉會費 簽到Diago Jota從狼隊手上 但原來在討論球員時有幾個不同的選擇 其中一個選擇大家都猜不到 儘管看看Express如何報導 利物浦剛剛除了簽Jota 有三位球員在他們的目標上高 其中一位就是Jonathan David的球員 除此之外當然是簽到的Jota 以及之前跟大家都有談過的 Ismael Saa這位球員 三個球員 最終他以4100萬英鎊簽到 這位狼隊的前線球員 這件事也是 剛剛宣佈了Tiago 艾堅達娜 轉會之後很快又宣佈了 Jota已經正式成為利物浦球員 也有機會在聯賽杯對林肯成這場球 有機會上陣 其實如果不是狼隊那麼快達成協議的話 這位德國領隊其實還有另外一些轉會目標 因為這個我們經常都說 利物浦的轉會同一個位置 他們同時會談幾個目標 這個新聞就正正說了這個事件是怎樣發生 OK 其實他們對屈福特的逆風 沙亞其實有意識有興趣已經是很久的事 因為他有個同鄉 文尼在他們陣莊 上一季 這個威福特對住利物浦的時候 沙亞的確是表現得相當相當出色 所以令到利物浦特別有深刻印象 所以他們有點嚴貴 因為威福特說需要4000萬英鎊才能做到 但是根據The Athletic的一個報道 一個叫Jonathan David的球員 亦都是這個名單上高 是一個選擇之一 他只是一位20歲的球員 剛剛才從Gank這個球會轉去里爾 轉會費是2700萬英鎊 亦都是以加拿大球員來說 是最貴的轉會費的球員 利物浦就說 其實跟了這個球員 在他比利時踢Gank那對球的時候 已經監視著他 在60場球裡面 入了30球架 相當厲害 David亦都是預備 去到里爾再下一城繼續進步 因為之前 另一位里爾的射手 Victor O'Simhan 已經用5500萬英鎊 轉會去拿球 所以這個球會也有相當多好球員 訓練到 高普就說 Jota在進攻的不同方面 都很強 令到球會比較容易做到這個決定 選擇他做轉會 選擇他做轉會 高普在訪問時就這樣說 他加盟令到我們前鋒的選擇更多 以及對方更難猜我們究竟如何踢 因為他前線的三個球員 三個位置 基本上他都可以踢 在4-3-3的陣式 如果我們踢四個中場 他可以踢到一個逆風的角色 這位23歲的球員 亦都加盟了領埔之後 覺得很興奮 因為他就說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時刻 除了我之外 對我的家人也一樣 我完全很期待什麼時候可以上陣 我覺得我已經加入了 世界上最好的球隊之一 在這麽好的時刻 因為他們現在是世界冠軍 當你看回英超 你也看到 李物浦是其中一隊強隊 在這個國家裏面 所以他來找我轉會 我很難說不 我終於來到這裏 亦都希望對於李物浦來說 是一個好的轉會 和一個好的選擇 所以這個轉會 非常突顯到 李物浦的轉會運作 他們同時間 同一個位置 他們起碼 根據大家知道 已經有三個選擇 在三個選擇裏面 他們就會選擇其中一個 如果不行的話 他立刻去第二個 甚至乎第二個都不行的話 還有第三個選擇 這個轉會模式 其實的確是 令到 李物浦為何這幾年 踢得這麽理想 都是一個不少的原因 這次節目到這裏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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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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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